其实AI教父黄仁勋两年前就在台湾设立亚洲第一个AI研发中心 这回来台他多次的强调要加大对台投资 除了至少要在招募至少签名的工程师 同时他也正在积极的找地方 希望可以盖一个总部 专家就认为黄仁勋设立总部的主要目的 应该就是想要就近的服务客户 那些已经成型的科学园区 或是跟辉达有合作的伙伴有设点的县市 都有可能是潜在的选项 那其中的条件当然是价格要好事也加 而且其实在昨天就传出很多的县市首长 像黄仁勋还有辉达来招手了 那黄仁勋今天一早也现身在辉达台湾分公司 在内部的柜台跟很多人一起拍照 只要出现在美光灯前 AI教父黄仁勋几乎都会提到台湾 这会访台将近两周形成门档 他一再强调 辉达会持续扩大对台投资 黄仁勋一早约十点钟 已经从下榻饭店来到台湾分公司 而辉达的AI研发中心 已经在这里设立快两年时间 辉达透过经济部大A加计划获得补助 在台北内湖设立的亚洲首座AI研发中心 已经有约四百人团队会继续扩编 在此设计出的超级电脑台胚1 机房则是落脚高雄 将免费提供部分算力 另外也和鸿海一起在高雄盖先进算力中心 而黄仁勋这次来台的重大宣布 是想盖个总部 而缺席地点还在找 这个超级电脑可能会在高雄 并将会延伸这些 但是我们的R&D地区域可能会近到台北 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几百人 我们想聘举一千万机构设计 系统工程师、技术工程师、AI研究者 所以我找到一个美丽的土地 我希望建设一个美丽的台湾 专家认为 回答合作伙伴所在之处 都可能成为总部选项 像新北土城有鸿海 广达总部则是在林口 而台北机能方便 说不定也有机会 另外新竹和台中 科学园区早已成型 也被专家点名 有潜力被黄仁勋向中 总部附近一定是要服务你的客户 这才是最大的奇迹效益的地方 黄仁勋在线AI顺风 同时积极找地找人 就看能否成功将台湾打造成AI岛 在科技革命浪潮中 掌舵领航 华视新闻 黄澳天秋荣卿杨润敦台北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